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大型长篇官场小说《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1141集 直接交锋 胜负未定 张国伟也看到了婉联 顿时脸色由青转红 由油红转白 立刻命令黄德义去驱散人群 黄德义为难地说道 都是铁路上的老干部老职工 他们又臭又硬的 请神容易送神难哪 张国伟的脸色阴沉了片刻 又想起了腕帘上刺眼的字眼 直到群情激愤 再拖下去 时尾没有结论出来的话 说不定就会让托莫星子 把沈关锡再淹死一次 无奈之下 他终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退步 被迫在沈关锡的定论上 做出了让步 张国伟愤恨难平 决定在驱长鸡人人选的问题上 利用他的影响力和权威 再利用 驱长必须经驱人大批准的程序 和下想再来一次 人事任命上的直接交锋 张国伟很艰难地收回了先前所说的话 经过慎重考虑 为了顾全大局 我决定 赞成向向同志的提议 对沈关锡同志的结论是 意外死亡 他是一位党的好干部 妻子的好丈夫 和儿子的好父亲 同时 追悼会规格降低 张国伟一撤退 他的支持者 就立刻掩旗息鼓了 常委会很顺利地 就通过了决议 沈关锡终于算是死得其所 死得名正言顺了 在门口送晚联的老干部们 很快就被劝退了 但老干部们的智慧结经 所写成的晚联 却传送一时 当天下午 和市委对外公布的 沈关锡的死因 和结论的同时 老干部们的晚联 也在秦堂流传开来 以至于市委得出的官方结论 反而没有几人相信 更没有人议论 而老干部们的晚联 却被人津津乐道 传送一时 成为佳话 为沈关锡 光辉而短暂的一生 形象的 做了一个柱角 上脸时 赤条条来 深入群中 海棠树上梨花颤 下脸时 光溜溜去 牡丹花下 嫩草上绿 老牛龟 横批时 畜生入死 随后 有好事者认为 横批不够含蓄 太隐晦 也太直白了 就改成了 舒服死了 由此 沈关锡同志 虽然没有被市委定性为 类似在工作岗位上 但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因为他的死 不但成为秦唐人民 街头相依的笑谈 还被人放到网上 迅速传播开来 就有人 拿他和一些名人对比 比如 有人就造句 鲁提鞋 全打正关锡 两美女 类似沈关锡 沈关锡同志 全下有志 也可以眼寒热泪 扬天长叹了 没有名垂千古 总算一臭万年了 随着沈关锡之死的 盖棺定论 第一波冲击已经结束 随后 关于继任人选问题的矛盾 再次浮出了水面 傅先锋 闻风而动 打来了电话 小老弟啊 沈关锡同志 就是绝无告啊 听说 萧毅玲 有了上进心 想到秦唐来 辅佐夏树介 为了让位于衔 他就直接死掉了 真是一个舍生忘死的好同志 我决定送他一个花圈 以示敬意 夏祥也笑了 难得傅先锋 还有幽默的时候 傅主任 沈关锡同志的空缺 张市长正在研究人选提名 他的力度很大 不过 我也会尽量推举 萧毅玲 傅先锋笑完之后 口气一变 冷峻地问道 张国义想提谁啊 北路区副区长 郭电工 郭电工 无名小卒 没听过呀 名字起得也不怎么样啊 既然叫电工 为什么不去当一个电工 还想当区长呢 傅先锋无赖的一面发作出来 说话就气人多了 不要紧啊 你尽管提名萧毅玲 京城方面的关系和调动 我来负责 如果张国伟 非要推郭电工上来 我回头查查 郭什么电工的资料 弄点事情出来 搞臭他 下想无语 堂堂地发改委副主任的手法 也太简单下作的一点吧 直接搞臭对手 不过 话又说回来 其实在政治之上 让对手身败名裂 从而让自己借机上位的势力 屡见不鲜 而且搞臭的方法 往往又最行之有效 许多人在面临提拔之时 都会采取最简单直接的 搞臭竞争对手的手法 通常都一直会乐此不疲 不得不说 也是人的一种劣根性 即使在自称最民主的美国大选之时 对对手的打击 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有时在政治利益上 还真是 谁也别说谁高尚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果然和下想猜想的一样 在接下来召开的书记办公会上 讨论区长人选时 张国一改一遣的 凡是圆润而直爽的形象 而是当这几人的面 直接拿出一份名单 态度很干脆 而且很坚决 小说姐 关于北路区长的任命 以及几名中层干部的调整 我和明洪 海峰 还有几位主要统治 商议了一个名单出来 同时也征求了 市人大和区人大的意见 各方面都没有意见 请市委批准 不说请下书记指示 直接说请市委批准 言外之意就是 如果不批准 提交到常委会上 也一样会获得通过 最终还会顺利得到落实 在座几人 包括范进 梁秋瑞和常公志 都脸色大变 不变不行啊 如果说 张国以前挑战 下想的一把手权威 还做到了暗处 至少表面上 还一团和气 暗中刀剑相像 在叮叮当当 也不会摆到明面上 那么今天的人选名单 就相当是一次 公开的 毫不掩饰的挑衅 张国以此时的表情 笑归笑 但眼神之中流露出 坚定 而不容质疑的神色 意思是 在秦堂 还得由他说了算 因为他已经 和过半的常委 实现通了气 还和人大方面打了招呼 两条路 都将下想的前手后手 毒死 表面上态度挺端正 实际上 在地上名单的一刻 就是咄咄逼人的逼宫 不同意 就对抗到底 是张国伟 在一脸笑容之下 掩盖的最真实的想法 时机拿捏的也很准 泛静微微眯起的眼睛 如果是别的事情 夏书记可以先压下来 拖上一拖 但区长的位置空缺 拖不得 张国伟 就是巧准的时机 要逼得夏书记 没有退路 只能迎战 但迎战 又只能输起 归根结底 还是对沈关系事件的报复 要的不仅仅是扳回一局 还要扬眉吐气 还要压下向一头 以报以前 在人事调整上的几次实力 现在人大还卡住 叶凡的任命不放 而且泛静也收到了暗示 在此次提名上 如果他支持张国伟 人大就会放行叶凡 还好 他没有动摇 因为就算他想动摇 也晚了 他已经会同长公志一起 启动了 罢免秦唐市人大主任 刘洁辉的程序 已经将相关材料 递交到了省委 范静也没有后悔他的选择 因为他知道 和刘洁辉合作的话 不能长久 早晚会再反目 与其每次都被刘洁辉 捏一把的话 不如直接将他扳开 还是直接和下向 一人打交道方便一些 下向兼任人大主任 只要和下向谈同了条件 市委和人大两关 就同时过了 如果还是刘洁辉 担任人大主任 还是一件麻烦事 一个人事任命 要通过书籍一关 要过市长一关 还要和人大主任沟通 麻烦透顶呢 范静的目光 大有深意地落在下向身上 他心中甚至还闪过一丝怀疑 下书籍 能顶住张市长的正面压力吗 上两任书籍 都是在和张市长过招几次之后 在面对张市长 突然态度大变 咄咄逼人的正面压力时 采取了退让 从此就让张市长 稳稳占据地上风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下向的身上 就看下向会怎样回应 下向不光不满地 接过张国伟的名单 说道 国伟的工作做得很细 不错 我会认真研究一下 下面继续开会 说是引咎 下向自始至终 都没有看名单一眼 接过后 直接就放到一边 虽然不是扔 但和扔也没有两样 就差直接扔到垃圾框了 说来也巧啊 长公只不知何故地 突然就打了个喷嚏 声音不大 但气挺足 直接就将张国伟的名单 给吹了起来 飘了几飘 正好落在桌子下面的直楼里 虽是巧合 但张国伟 一下就变了脸色 脸色片刻之间 就十分阴沉 而难看 任海峰只好假装 没有看见刚才的一幕 他提前已经得到 梁秋瑞的暗示 也受到张国伟的指示 早就有了提名人选 但没有想到 张市长临时来了一处逼宫 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脸上也有点尴尬 不过也只能继续提名 商务部队外贸易司 一处副处长 萧毅林 北陆区委常委 常委副局长唐生 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平永旺 秦唐市委市政府 为了体现出大事的体面 市委办和政府办 都称为办公厅 实际上还是处级部门 凭空杀出一个萧毅林 泛尽目光闪动 心里知道 是夏书记的关系了 他也提名了平永旺 其实也没抱太大希望 但提名上来露露面 也是好事 随后 经过一番热烈讨论 和所有人预料的一样 书记办公会 没有达成共识 最后决定提交到常委会 秦唐的局势 因为沈关西之死 和一个区长的任命 再次紧张了起来 都清楚此次人选提名 张市长肯定报了 决一死战的想法 虽然他现在 还牢牢掌控着秦唐的局面 但自从夏书记上任之后 已经有过几次 人事上的实力了 以前的人事调整 如果算是外围的话 此次区长的任命 绝对是 眼皮底下的较量 正当所有人的目光 都关注区长的宝座 最后姓夏 还是姓张时 却出人意料地 从省委传来一个 令人可堪琢磨的消息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微信搜索 并关注公众号 何必问天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142集 逆流顺流 暗中交手 经省委批准 朱瑞乐同志 任丹城市委委员 常委 副书记 同日 丹城市人大召开常务会议 提名朱瑞乐为副市长 代理市长 此前 稍微有点政治头脑的人 也都知道 丹城市长到点了 改下了 但有关继任人选的问题 一直没有任何风声传出 丹城市在燕省 地位不低 是个大事 市长之位 是必争之位 联想到 孙省长上任以后 一直在人事问题上 很有主见 而且 集资和范书记 有相左的意见 不少人都在猜测 孙省长 肯定不会轻易放手 丹城市长的宝座 谁知 悄无声息的 就有了决定 就让许多 有之于 丹城市长之位的人 大感失望 同时 更多的 对省里的局势 多了猜测 因为事先 没有一点风声传出 突然就任命了 朱瑞乐 来势之快 动作之迅速 就证明了一点 书记和省长之间 必定有一人 掌握了节奏 是谁呢 就看朱瑞乐 是谁的人 就可以得出结论了 朱瑞乐 是在范瑞恒任上 到中青班 参加进修学习的 毫无疑问 他是范书记的人马 当然了 更有知情人 是心里有数 朱瑞乐 和夏强的关系 非同一般 因为当年 朱瑞乐之所以 能从阉省各地时 众多厅级 副厅级的干部中 脱颖而出 成为一批意外到 中青班学习的黑马 正是下想 暗中运作的结果 如此 朱瑞乐顺利辅证 担任了单程市长 就间接说明了 两件事情 一时 范书记 在和孙省长 交锋之中 小胜一局 稳稳地掌握了大局 先前有传闻说是 孙省长后台强硬 可能要在阉省 力压范书记的说法 可以暂时休矣 二是说明 夏书记和范书记 之间的关系之好 超过外界的想象 因为 许多人都认定 朱瑞乐担任单程市长 又是下想 暗中运作的结果 否则 范书记的眼光 怎么会偏偏落在 朱瑞乐的身上呢 阎省有太多的 符合提拔条件的 副厅级干部了 朱瑞乐提拔的消息 看似和秦唐 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但资深人士 还是嗅到了一丝 不同寻常的气息 省委的消息 正是对外一公布 就在秦唐 引发了不小的波澜 尽管都是前流 也是暗流涌动 让不少不看好下想 在秦唐前景的 中间摇摆者 都有多了几分 向下想靠拢的心思 不过只是心动 没有心动 因为 北楼区区长的任命 又是一场硬仗 是一次真实的实力较量 谁胜谁负还未知 等大局定了再说 官场中人 大部分都是顺应潮流 没有几人 会逆朝而动 因为逆朝而动者 多半下场不好 一百人 或有九十九人被淹死 幸存下来的一个 就有可能站到顶峰 但成功率太低了 大部分人 不会去冒九死一生的风险 不管别人如何猜测 如何选择 张国伟 在得知消息的一刻 脸色一下灰白如纸 好在过了半天 他又缓和了脸色 将事情再理顺了一遍 又打出几个电话之后 才又慢慢地恢复了震惊 一个单程市长的任命 改变不了什么 省里的平衡没有被打破 而且 在即将到来的人事调整之中 孙省长的实力将会增加 而范书记的影响力 会削弱许多 此消彼长 孙省长之所以 没有阻拦朱瑞勒的任命 主要也是因为 朱瑞勒是中青班学员 在中组部惯了后 他如果阻拦的话 落人口实 因此也就抬手放行 一次两次的让步不算什么 整体而言 孙省长在获得谭省长支持后 最近又和其他几名常委 有了交往 进一步打实的基础 而且孙省长在京城的后台 比范书记要强硬许多 范书记在京城 明显有失事的迹象 张国卫越想 越觉得前景大好 冷笑一声 下想 夏书记 先别得意 说不定什么时候 孙省长摇身一变 就成了孙书记 你好不容易在 阎省和范瑞恒处好关系 转眼又一脚踩空了 还能有什么前途啊 不过 中央有关 燕省省委人事调整的方案 还没有出台 难产了 估计也和上面 没有达成妥协有关 但有一个人事变动 已经得到了确认 省委常委 省委组织部长马骁 调任外省 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王鹏飞 接任省委组织部长 同时 原宁省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肖远欣 作为异地交流的干部 正是来燕省上任 当然燕省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 由此 正是缓缓拉开了 燕省省委班子调整的序幕 肖远欣一上任 就做了两件让人惊讶的事情 一时他在完成任命程序和交接手续之后 第一时间和下相见了一面 就引发了不少人的猜疑和震惊 怎么肖远欣 来自距离燕省遥远的宁省 已和下相认识呢 肖远欣以前还和下相真不认识 此次见面 还真是第一次会面 第二件事情就是 肖远欣点名 要方格担任他的秘书 两件事情 似乎在透露出同一个信息 肖远欣和下相之间的关系 非同寻常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下相不理会外界的猜测 他特意从秦堂来到燕市 只为迎接肖远欣的到来 马万正的托付 他必须认真对待 下相请肖远欣 到中国百姓茶馆喝茶 中国百姓茶馆 虽然起名为百姓 其实可不是平头百姓所开 因为茶馆坐落在 寸土寸金的华玉路 和名为街的交叉口 离省委不过二百米远 而茶馆对面 就是省公安厅 能在省委周围五百米之内 做生意 不管是什么馆子 都要有浓厚的背景才成 更何况 茶馆还和公安厅 只隔了一条街 就更证明了茶馆主人的不凡 其实 以上还不算什么 最让人津津乐道之处在于 茶馆 仅能一家喜遇中心 喜遇中心名叫 梨花百 传闻是 公安厅某副厅长的 关系所开 否则一家喜遇中心 敢开在公安厅对面 不是故意给 打黄扫费的警察叔叔 上演要吗 但梨花百 不但开得很久 还生意非常红火 每个客人进去之后 习惯地问上一句 安全部 服务生就一脸神秘的笑容 用手一指公安厅 能在公安厅对面开几年 您说能不安全吗 但就是传闻后台深厚 实力雄厚的梨花百 有一次 因为停车的小事 和中国百姓茶馆 发生了冲突 梨花百 早就看中国百姓茶馆 不顺眼了 总觉得 中国百姓茶馆 碍了眼 影响了生意 现在机会来了 就派出十几名打手 准备大杂出手 结果十几人 进到中国百姓茶馆里面 不出几分钟 一个个的全部被扔了出来 个个带上 轻则鼻青脸肿 重则断胳膊断腿 竟是全部被打了出来 梨花百的老板震怒了 决定报复中国百姓 谁知 当他气势汹汹地 纠结了一帮人之后 大概有四五十人 将中国百姓茶馆 围得水泄不通之时 中国百姓的老板现身 个子不高 肤色偏黑 浓眉大眼 标准的北方汉子形象 来到梨花百的面前 敲声说了一句什么 梨花百一听 当即脸色大变 他愣了足足有半分钟 然后一拱手 得罪了 多有得罪 随后二话不说 收兵回营 从此 再也不敢踏入 中国百姓茶馆一步 中国百姓 对梨花百究竟说了什么 惊能吓得 在烟饰喜遇界 也算一号人物的梨花百收手 一时之间 成为传奇 人人猜测 人人乱传 但没有几个人知道真相 下想 恰恰是极少数 知道真相的人的其中之一 他知道中国百姓 为什么能一句话 吓跑梨花百 下想和肖远心 一进中国百姓茶馆的大门 立刻就有迎宾小姐迎上来 下想只说了一句 哑巴 小姐立刻心领神会 头前带路 哑巴 是茶馆 专门为下想所留的一个哑间 只对他一人开放 永不对外营业 如果下想不来 就宁肯闲置 哑巴里面布置得很温馨 犹如家庭般的温暖 小远心一进来 就赞不绝口 地方真是不错呀 温馨雅致 处处体现蓝心绘制的高样呀 下想笑而不语 肖远心有眼光 一眼就看出了 房间的布置出于女子之手 不错 房间确实是为心 亲手设计 并且精心装扮 就是为了让他和他 在咽石 能有一个温馨的约会之地 卫星开的茶馆 后台当然是下想了 因此 梨花白洗浴中心 仗着一个公安厅副厅长的后台 还敢欺负 中国百姓茶馆 就是老兽星上吊 自嫌命长了 下想对服务员吩咐了一句 照旧 服务员退下之后 他和肖远心 才分别落座 45岁的肖远心 戴一副金丝眼镜 留分头 如果非要恶趣味地形容的话 还真有点像 以前电影上塑造的 汉奸形象 当然 电影上的汉奸 也未必真实地还原了历史 但他精心梳理得 一丝不乱的头发 依尘不染的皮鞋 以及笔直的裤子 无一不显示出 他是一个追求细节 完美的细致男人 基本上注意到 生活细节的男人 在工作中 也会出出细心 因此 肖远心的秘书长的角色 肯定会担任得非常成功 几句话过后 又喝了几口茶 肖远心 就出人意料地说出一件 令下想十分震惊的事情 小说姐 据我所知 政治局 就阎省省委班子的 调整方案的补充方案 基本上 达成了初步共识 就秦唐市委书记 是否高配常委 也有了原则性的意见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微信搜索 并关注公众号 何必问天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 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1143集 愈发复杂 无以复加 原本以为 萧远欣说话 办事喜欢迂回 没想到 从一个人的外表 还真无法判断 她的个性 萧远欣竟然是 一个直爽的人 夏夏震惊了 让夏夏震惊的 不是萧远欣的性格直爽 而是 她透露出来的信息 因为 她没有从任何一个渠道 得知 政治局的原则性意见 萧远欣 怎么会清楚 政治局的初步共识呢 不可能啊 也不应该啊 因为 就算范瑞恒得知之后 也不会主动告诉她 就是梅生平 陈锋 曹永国 和宋朝渡任何一人 都比萧远欣的级别高 路子广 更应该第一时间 得知消息才对 怎么也没有想到 竟然是萧远欣 第一个向她透露了 高配常委的重大消息 夏夏夏不紧张是假的 她的一颗心提了上来 上头的意见是 能否高配上常委 虽然不能说是 成者王败着寇 那么严重 但也是一天一地 有一种 咫尺天涯的距离感 正听到父声 区区一关 卡死了多少官场中人 又让多少人 抱恨终生 萧远欣见夏夏夏 不问她从哪里 得知的消息 只问她结果 现象 夏夏夏果然是个 聪明的年轻人 避重就轻 确实实大体 也不对她的说法 表示怀疑 等于是 对她的充分肯定 换了一般人 惊讶之余 未免要问她 从哪里得知的消息 是谁透露的 然后才会问 是什么原则性的意见 萧远欣慢慢地笑了 你怎么不问我 是从哪里得知的消息 夏夏也笑了 我相信秘书长 萧远欣微微点头 感叹了一句 马书记说你是一个 难得的 让人如沐春风的年轻人 我还以为 马书记是爱护之一呢 没想到 还真是如此啊 夏夏不理会 萧远欣的夸奖 说道 秘书长啊 您就不要再夸我了 我现在 真的不能再算是年轻人了 再说了 年轻有时候不是优势 是劣势啊 哈哈哈哈 你真的说对了呀 萧远欣会心地笑了 心想不夸不行啊 夏夏就是 一点就透 其实啊 也不能说是政治局的会议 而是一次小范围的会议 总书记没有表态 总理和委员长都说呀 你太年轻了 高配省委常委 有点太突出了 反而不利于工作开展啊 也不利于你以后的成长 总理的话还委婉呢 委员长嘛 强烈反对你的提名啊 夏夏吃惊不小 如果说 总理强烈反对 还说得过去 委员长和他之间 也没有什么交集 怎么就对他大有意见了 萧远欣也不解释 他从何得知的最高机密 只是笑了笑 哈哈哈哈 其实啊 还没有真正上政治局讨论呢 机会还有啊 不要灰心 夏夏也知道 委员长强烈反对的话 确实会增加不小的变数 虽然总书记没有表态 但如果总理到最后 也态度强硬的话 恐怕上了政治局讨论 还是一个无法通过的结果呀 别说 果然各有各的路数 别看萧远欣 只是一个副省级 看似没有什么来历 竟然能得知一些最高机密 也不简单 说来马万正 介绍萧远欣和他认识 也不是无敌方式 而是另有深意 政治人物的一举一动 都有长远的谋算 想想现在知道了 萧远欣也有深厚的背景 更是感谢马万正的介绍 也确实是 他帮了萧远欣 而萧远欣也会为他带来莫大的利益 尽管其变好了 下想转移的话题 反正操心也是没用啊 天上要穷江玉叶 不如眼前又淡茶一杯啊 来 秘书长 喝茶 萧远欣见下想 很快就恢复了信心 也是暗暗赞叹 他也就端起了茶 一茶会有 人生一大幸事啊 下想就顺着他的话 向下说 阴省人多好客 省委也有几个好客的省领导 有机会啊 我介绍秘书长认识一下 夏侠所说的认识 自然不是公事上的认识 而是私交上的认识 省委的一干人 萧远欣一来就都认识了 但都是泛泛之交 都是公事 哈哈 那感情好啊 萧远欣一脸微笑 举杯向下想示意 他出来阴省 正需要打开局面之时 有下想介绍几名常委认识 也好有个照应啊 一时 宾主尽欢 西间 萧远欣没有提及到 秦堂的局势 以及傅小兵的常委任命问题 他出来阴省 立足不稳 肯定不会在人事问题上 多说话的 就算在常委会上 他的声音 也会比较微弱 分量不重 因此 不如不说 当然了 至少他会站在 夏侠的支持面 声音再弱 也是一张支持票 告别的萧远欣 夏侠又和王鹏飞见了一面 现在王鹏飞 担任了省委组织部长 比秘书长之时 可谓位高权重多了 实权在握 是省委之中 庶名实权人物之一 一时之间 分量大增 登门者 打电话者 拜访者 络绎不绝 他都一一回绝了 不管是谁 哪怕是省委书记 天天门庭弱势 也不是好事 光是闲话 都能让人如莽在辈 因为 身为上位者 如何更好地 处理好党群关系 处理好上下级关系 也是非常严峻的事实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下线和王鹏飞见面 就省去许多寒暄和客套 先是直接恭喜的 王鹏飞的吕欣 又谈到 他和肖远欣的见面 含蓄的议题 要介绍肖远欣 和王鹏飞结实 王鹏飞愉快地 接受了下线的提议 谁都想在省委 多几个同盟 一般下线引荐的人 都相对来说比较可靠 不可靠的话 下线也不会介绍 出于对下线的绝对信任 王鹏飞也乐见 和肖远欣的见面 尤其是在现在 燕省局势 愈加复杂的情况之下 现今 只是小范围内的调整 梅声瓶的调令 还迟迟未下 可见 中央高层之中 关于燕省的新一轮 人事变动 也是没有达成共识 对于下线高配常委 王鹏飞倒不是特别期待 不是说他对下线有意见 也不是他嫉妒下线升迁过快 而是他总认为 以下线现在的年纪 早早晋升到副省 未必是好事 生得过快 根基不稳 落人口实 反而树大招风 招人嫉妒 说不定会成为靶子 或者是在紧要关头 被人抛弃的政治牺牲品 但王鹏飞也听说了 各方力量闻风耳动 都在权力支持下想 他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各有各的打算 他的看法是 基于他的理念和判断 也未必正确 不必说出来 惹人不满了 下想在烟室 停留了将近一天 晚上回到了秦堂 刚进室 就接到了刘洁辉的电话 刘洁辉还是第一次 主动打电话给他 夏淑姐 今晚天气晴朗 月色真好 难得的好天气啊 我在陈加工酒楼摆下酒席 可否赏光呀 夏淑差点失效出声 刘洁会请他吃饭 就吃饭好了 说话拿枪拿掉 难道在唱戏吗 虽说政治人物 几乎时时刻刻都在演戏 但也不必连话都说的 跟唱京剧一样吧 他忍住笑 看了看时间 哦 我刚从外地回来 比较累 要不等下次吧 夏夏是想委婉地拒绝 他现在不想和刘洁辉 坐在一起 因为在他看来 他和刘洁辉之间 已经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基本就是大道朝天 各走一边了 刘洁辉却不依不饶 夏淑姐 不肯赏脸了 我也是一片好心 想站在我的立场上 为你说说秦唐的现在和将来 刘洁辉话里有话 是想提及北陆区长的任命事宜 夏夏确实很累 毕竟奔波了一整天 不过想了想又同意了 好 你等我 陈家沟酒楼 名字虽土 但却是 最近才在秦唐冒出的一家 别具民族特色的酒楼 酒楼是仿照 具有地方特色风格的 建筑建造而成 在高楼林立 灯红酒绿的秦唐 也算别具一格了 刘洁辉也有眼光 竟然挑选了此地 夏夏暗笑 因为陈家沟酒楼 是阿那陈的产业 阿那陈在秦唐 在梁秋瑞和许子齐的 暗中观照下 连开了两家酒楼 别看阿那陈坐了几年牢 但眼光还在 对市场的把握 依然非常准确 两家酒楼一开 就立刻打出了名记 阿那陈躲在幕后 酒楼全是京城找来的人 担任法人代表 怎么查 也不会查到他的身上 不但肖武从中周旋 杨威也帮了阿那陈一些忙 其实 杨威对阿那陈也比较佩服 正想多向阿那陈请教 现在有了机会 他倒是常来秦唐 和阿那陈化敌为友 竟然建立了友情 阿那陈躲过了牛林广 几次排查 他在朗世纵横十几年 一生都在黑白之间行走 牛林广会的手段 他都会 因此 别看在牛林广的地盘上 想要查到他的底细 想摸到他的露数 也没那么容易 阿那陈就如一把藏风之剑 收敛了锋芒 藏起了剑光 只等一个时机 就拔剑而起 一剑封喉 现在他需要的是沉淀 是逐渐集结势力 是积蓄力量 和恢复实力 夏祥赶到的时候 刘杰辉在门口迎接 摆出了十足的诚意 他却对刘杰辉 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期待 因为在范进的推动下 在各方力量的带动下 刘杰辉的人大主任的位置 估计坐不长久了 刘杰辉表现得还很热情 和夏祥亲切地握手 夏叔姐 早就想请你一起坐坐 事不凑巧啊 一直杂湿缠身 正好今天有个机会 来 我们好好聊聊 有什么好聊的 夏祥却没想到 刘杰辉还真给他出了一个 不小的难题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微信搜索 并关注公众号 何必问天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 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一千一百四十四集 突如其来 如此之快 下下随刘杰辉上楼 眼睛的余光一扫 却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 竟然是银茉莉 他暗暗生气 金银茉莉太过强颜 来到秦堂 就不要抛头露面了 容易招惹是非呀 他决定 回头说说他们 到了房间 没有外人 只有刘杰辉一人 刘杰辉非要请下下坐上手 一共两个人 无所谓主次 下下退让不过 就坐在了正中 然后上菜上酒 刘杰辉就举杯敬下响 下书姐 本就早该请你啊 一直逃到今天 错在我 我敬你一杯 你一我散 刘杰辉也不等下响大话 一口气就喝干了三杯 刘杰辉和下响平级 也算四套班子之中的一把手 分量不轻啊 而且年纪比下响大了不少 下乡尽管 对刘杰辉的为人不感冒 但也必须拿出足够的尊重 也就客气地干了杯 接下来 刘杰辉又找了几个理由 敬了几杯酒 下乡又喝了两三杯之后 就不肯再喝了 他酒量有 但不想多喝物事 再说 和刘杰辉 又不是酒逢之己千杯少 何必多喝呢 刘杰辉也看了出来 下响心不在焉 也知道 想哄托出气氛 估计可能性不大 也就不再浪费时间了 说出了 请下响来的目的 小书姐 我们之间啊 可能以前有点误会啊 在胡书洋的任命上 人大方面 确实没有不折不扣的 落实示威的指示精神呢 但也是有客观原因的 也不是我故意和你过不去啊 下响白白手 态度不冷不热 事情都过去了 还提什么呀 刘主任今天有什么事 不妨明说吧 都是为了秦唐的工作 就可以理解吗 刘杰辉脸上的笑容 也慢慢冷了下来 马云是有点不着调啊 但他也没做出什么 十恶不赦的事情 再说 也受了伤 吃了亏 差不多扯平了 夏书姐 能不能高抬贵手 让他回来啊 他也是有老婆 有孩子的人呢 孩子也想爸爸了 夏乡明白了 刘杰辉是为他的女婿求情来了 其实夏乡 也没想把马云怎么样 哪个地方 都有如马云一样的祸害啊 他管不完 只要不是太过分了 没有命案在身 又没有直接撞到他的手中 他也只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他是市委书记 不是纪委书记 也不是公安局长 天天盯着治安 和党员干部的纪律问题 不是一个市委书记的本分 市委书记 终究是在主持全面工作 偶尔过往一些不平事 或者重大案件 也可以 但插手过多的话 就会被人认为 是不务正业了 市委书记 也要顾及形象 也要做好分内事才行啊 因此夏夏和和一笑 刘主任说笑了 马云一没犯法 二没被通缉 再说了 他就算犯了事 也有公安机关的处理啊 和我还真没有多大的关系啊 刘杰辉的脸色沉了下来 夏淑姐 我们之间呀 也不必藏毛毛了 我就明说了 马云回来 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算是给我一个面子 我也会和北路去人大 打个招呼 只要是常委会通过的区长任命 人大一律放行 刘杰辉的交换条件 也算有点诚意了 相当于 他在夏夏和张国伟之间 选择了中立 等于是说 谁的人通过了常委会的表决 人大就会放行 不再卡关 换来以前 夏淑肯定会郑重考虑 刘杰辉的提议 但现在 他对刘杰辉 已经失去了信任 更主要的是 失去了耐心 现在的问题是 刘杰辉 无路可退了 他还有选择 刘杰辉 如果早早失去 也不止于现在 主动提出妥协吧 早至今日 何必当处呢 不过 人人都是事后诸葛 在事情 没有最后结果出现之前 都认为自己会赢 夏夏想想了一想 说道 刘主任 马云的事情 我自始至终 都没再过问 上次的冲突 早就过去了 刘杰辉的脸色 不太好看 夏夏的回答 等于还是避重就轻 是模棱两可的意思 他就有点不快地问道 没有商量的余地了吗 夏夏放下酒杯 谢谢刘主任的酒 今天就先这样了 刘杰辉送夏夏下楼 虽未谈拢 礼数还是要做足 谢谢夏书记赏脸 希望以后有机会 还能坐在一起 其实言外之意就是 没有机会了 夏夏一笑直直 挥手告别 心里也有点不太舒服 刘杰辉没有理解 他的意思 但话也不能说到太透 只能含糊其词 就让刘杰辉误以为 他是一心 要置马云于死地 他还没有小气到 免了马云的指还不行 还要再冲 他屁股上 踹上两脚的地步 不让马云回来 其实也是为 刘杰辉着想 相信马云的事情 快要引爆了 他现在回来 不是自投罗网吗 但他又不能明说 一说 就等于变相承认 他在事件上 起到的推手作用 也是一个 不大不小的难题 夏夏摇摇头 算了 本来有许多事情 不可能说得清清楚楚的 观察上许多事情 不是黑是黑 白是白 而是 大多数是灰色的 能领会的人就领会 不能领会的 他也没有办法 刘杰辉等下响走后 一个人在房间中 音语了半声 然后和张国伟 打了一个电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第二天 张国伟就强烈要求 召开常委会 讨论区长任命问题 夏夏却以事物繁忙为由 先压了下来 张国伟不服 理论了一番 态度和以前相比 尚未强硬了一些 夏夏也隐隐猜到 他过年时 和范瑞恒的互动 估计已经传到 孙习民的耳中 孙习民因此对他放手 并且改变了策略 张国伟抓住时机 迅速向孙习民靠拢了 二月中旬 秦唐的天气依然寒冷 春天还迟迟没有来临 但各地人大会议 都在筹划之中 即将召开 先是丹城市人大 首先举行了常务会议 选举朱锐勒为副市长 并提名为市长候选人 还是唯一的候选人 是等额选举 朱差额的外号 终于摘掉了 朱锐勒前往丹城上任 有一个不利条件 就是他从被提名为市长候选人 到召开人大会议选举 时间间隔太短 不能给他充分展现才能的机会 也让人大代表 对他没有时间更多的了解 不过下想 倒是听夏安说 朱锐勒出道丹城 开局就非常不错 张莲将他以前的关系 全属托付给的朱锐勒 而且都在盛传 朱锐勒是范书记的人 许多中间摇摆的力量 也迅速向他表示了靠拢 朱锐勒在丹城 迅速地初步打开了局面 朱锐勒果然是聪明人了 到了丹城第二天 就知道了夏安和夏想的关系 不动声色地 通过某个渠道 向夏安递个话 让他安心工作 夏安终于心里踏实了 秦堂市人大会议 也举行在即 张国伟却没有多想 他认为 夏想暂时压下局长任命 是想拖到人大会议之后 人大会议之后又能如何呢 还不一样吗 夏想既没有在常委会 获得通过的优势 又对市区两级人大 没有多大的影响力 不过是为了一点 书记的颜面罢了 事先谁也没有料到 就在秦堂市人大会议 召开前席 省委常委 省委组织部长王鹏飞 和省人大副主任 卢国远 突然就来到秦堂 而且来之前 也没有和张国伟 刘杰辉打招呼 来了之后 谁也没见 只和夏想闭门说了半天 然后 才有召集的 秦堂市委班子全体成员 宣布了省委的决定 经省委批准 省委组织部决定 提名夏想同志 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人选 刘杰辉同志 不再担任市人大主任职务 另有任用 如当头一棒 几乎将张国伟打晕当场 其实夏想坚然人大主任 虽然说 也在张国伟 一直担心的意料之中 但却没有想到如此之快 快也没什么呀 主要是他 没有料到 事先没有一点征兆 突然就从天而降 宣布了决定 确实让他 有点晕头转向的感觉 他不是指责 省委的决定太突然 上级领导的决定 从来不会突然 也不允许下面的人 说三道四 主要是 让他感到心惊的是 孙省长也好 还有 他在省里别的关系也好 不可能事先 没有听到一点风声了 但没有事先 哪怕通过任何渠道 让他得知 就说明了一个问题 范书记 对省委的掌控力度 并不像外界传说的一样 已经力不从心了 而是相当的得心应手啊 就让张国伟的心中 不免猛烈跳动树下 他和下想之间的力量对比 即将发生显著的变化 省委的决定必须服从 秦唐市委班子群体成员 表示坚决拥护 省委的决定 随后 又召集市人大 主要负责同志 宣布了省委的决定 刘洁辉一听 当场就变了脸色 甚至 师太太用手指着下想 颤抖着声音说道 下想 下想 你背后捅我一刀 我 我跟你没完 其实 宣布省委的决定 卢国远不必来 但卢国远来了 可见省委早有安排 卢国远 就将刘洁辉拉到一边 耐心地做了一番工作 指出刘洁辉眼前 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是 坚决服从省委的决定 保证下想顺利 当选人大主任 省委会对他 有一个妥善安置 二是 不服从决定 被省委一免到底 下想还是会当选人大主任 刘洁辉妥协了 不是妥协 是实时务 在随后举行的人大会议上 下想顺利当选为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市委书记 兼任人大主任 人事大权急于一审 所有人 在木凳口呆 形势变化如此之快之时 都有想到了 接下来一个 即将面临的难题 北陆区长的任命 增加了权力光环的下书记 又增加了几成胜算 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微信搜索 并关注公众号 何必问天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1145集 变数很大 难度不小 下想坚韧的是人大主任 就让不少人认清了形势 上两任书记 都最终没能坚韧 人大主任 下书记 却成功将人大主任的位置 硬生生地 从刘洁辉的手中夺走 手腕不可谓不强硬 难道说 下书记 最终要让秦唐日月换新天 从姓张 改为姓夏吗 尤其是在 北陆区长的任命 即将提交常委会讨论之时 下书记 成功坚韧了人大主任 各种意味 就大有深意了 就表明了 省委 对下书记的支持力度很大 张市长 还有多大的活动空间呢 张市长 会不会主动退让一局呢 所有人猜疑不定的时候 张国伟 用实际行动给出了答案 人大会议结束之后的第三天 张国伟再次提议 召开常委会 研究讨论 北陆区长的任命问题 好一个态度坚决 立场坚定的张国伟 下乡也不知道 是该敬佩他的固执 还是该冷笑他的自以为是 就当场拍板决定 下午就召开常委会 下午 常委会如期召开 召开常委会的时候 不少人才又意识到一个问题 秦唐现在还真是问题多多 下书记是兼任的诗人大主任 算是再次站稳的脚跟不假 但市委宣传部长 还没有被任命为市委常委 就让秦唐市委常委的人数 目前为12人 万一出现6比6的情况怎么办呢 新任市委宣传部长傅小斌 是夏书记的人 秦唐市委班子 人人心知肚明 夏书记再胜一局 兼任了人大主任 胜是胜了 但现在傅小斌的常委任命 还悬而未决之时 夏书记在常委会中缺少一票支持 能战胜数大根深的张国伟吗 不少人都不看好此次常委会 都认为夏书记可能会在刚刚兼任人大主任之后 就会遭遇一次不小的实力 而张市长急于第一时间召开常委会 也是抱着别有用心的目的 就是要在下想威望刚刚上升之际 借此常委会 打击他的威望 削弱他的影响力 12名常委如数到齐 无一缺席 而且人人神情严肃 和以往的会议大不相同 都在心中崩了一根弦 作为夏书记 兼任人大主任之后的第一次常委会 又是事关区长的任命 意义重大 影响深远 对夏书记本人 对张市长 都是一次十分重要的考试 试题一共一百分 两人之间只能有一个人及格 不过现今情况特殊 也不排除打成平手的情况出现 万一如此的话 不知道会如何收场呢 因此 对于今天的会议 不少人心中都有小九九 因为现在不比以前了 以前夏书记出来秦堂 根基不稳 在张市长强大的势力包围之下 很难成功突围 再因为前两任书记 都试图有所突破 最终煞雨而归 而有意和书记走近的梁秋瑞 南新雨 在书记走后 被张市长打压得抬不起头来 这就是前车之剑 就让许多有向下想靠拢的常委 也收回了心思 不敢再轻易冒险 但根据眼下刑事判断 夏书记 却是比前两任书记更有魄力 也更有手段 而且省力对他的支持力度也更大 现阶段 在秦堂的地位日渐巩固 不能说已经完全站网了脚跟 但至少在面对张市长反扑之时 能够从容应对 不至于被张市长一阵风 就吹得东倒西歪 特别是成功地搬开了刘杰辉 坚然了世人大主任 就如一记重锤 狠狠地打在了张市长的身上 虽然不是打在了心口 但就算打在了后辈子上 也是一记重计啊 也让几个在夏书记 和张市长之间摇摆的常委 心中闪会一丝犹豫 在想 今天的会议 到底该支持谁呢 会议未开 人心浮动 众人心思各异 目光闪烁 注定了今天的常委会 是一次充满变数的会议 最终结果如何 谁也是心里没底啊 赵丽 由夏乡主持的会议 先做的开篇讲话 点题之后 因为是人事任命 就由任海峰做详细汇报 任海峰的详细汇报 罚善可陈 众人听了指导哈欠 因为谁都心里有数 只需要记住两个关键名字 就可以了 一个是 萧毅玲 是夏书记的提名 一个是郭电工 是张市长的提名 其他人的提名 都是浮云 范进摆出的是一副 稳坐钓鱼台的模样 其实心里一阵苦笑 包括他在内 连同组织部长也有提名 等于是 一共四个人选 其实 除了书记和市长的人选之外 都可以去打酱油了 而且还打不上好酱油 只能打 一块钱一袋的瓶装酱油 因为第一个回合 就会被拿下 对于省里 迅速而坚决地拿掉刘洁辉 而夏书记 顺利兼任人大主任 范进心里有数 还是马云的材料 加上他的后台的推波助澜 起到了作用 才让范书记 力排众议 大手一挥 在关键时刻 做出了上述重大决定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本来孙省长 还想坚决反对 但在范书记 抛出马云材料之后 孙省长 就无话可说了 再加上 王鹏飞在一旁 也附和插话 说是党管干部的原则 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执行 秦唐市人大 为各地人大 带了一个不好的头 最后 孙省长 也就点头同意了 才有了 迅内不及掩耳的罢免 和提名过程 范进也很庆幸 没有向张国伟 和刘杰辉妥协 其实 以他的政治智慧 也清楚 就算没有他在背后推手 刘杰辉 早晚会被下想拿下 只要长公志 适当地向下想倾斜 再加上 有梁秋瑞从中周旋 更主要的是 下想和范瑞恒之间的关系 大有越走越近的趋势 他就由以前 对下想在秦唐的前景 不太看好 变得越来越认为 下想 也许还真能在秦唐 完全打开局面 而且经过接触 范进也逐渐认可了下想的为人 觉得下想 比张国伟和刘杰辉可靠 起码他公正 又担待 虽有手腕 但不玩弄全数 刘杰辉是无理取闹 张国伟是老奸巨华 两人都深不可信 更不能深交 当然了 范进也知道 他和下想不能深交 因为他是副书记 太跟紧了书记的步伐 会显得他很无能 没有主见 离得太远了 得不到书记的支持 会让他很孤立 副书记的位置很敏感 也很尴尬 也很关键 上 也许可以一步升迁为书记或市长 下 也许一直在副书记的位置上打转 直到退休 而且副书记 加在书记和市长之间 必须靠左或靠右 左右逢源没有可能 或者左右都不靠 也不行 范进在下想 成功兼任人大主任之后 就心里打定了主意 不管说以后 一定紧跟下想的步伐 至少要在大事上 和下书记保持一致 以现在的势头来看 下书记总有一天 要吻压张市长一头 反正范进是相信 下想会笑到最后 至于别人信不信 他不管 反正他信 范进的目光 扫过在座的每一个人 先想 和他有同样心思的常委 到底有几个呢 他在心中 替下想算了一笔账 十二个人 下想一票 他一票 常公志在梁可之间 梁秋瑞一票 南新宇一票 黄德义一票 可以保证的有五票 还不够半数 就算常公志 也是支持票 也才打成平手 难度还真是不小啊 范进不忧虑地 看了下想一眼 见下想依然一脸笃定 他心中不免交集 夏书记哪里来的底气呢 任海峰终于发言完毕了 又做了总结发言 以上同志 符合提拔条件 考核过程公开 公平 公正 请各位领导 就人选提名 发表看法 提出宝贵的意见 我说两句 都以为下想会第一个发言 不料张国伟 再次抢了线 就让不少人对他 投去了质疑的目光 张国伟却视而不见 依然一脸自信 侃侃而谈 萧毅林同志的提名 有点突兀啊 不太符合规范 又是京城部委的干部 是不是熟悉地方工作呢 是不是能胜任区长工作呢 这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啊 张国伟一边说 一边还若无其事地 看了下想一眼 继续发言 北陆区 是秦唐的一个大区 不管是经济规模 还是地理位置 都非常重要 更需要有才能 并且长期在地方工作的 同志担任区长 才能保证 北陆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张国伟说的也有道理 也抓住了重点 下想也不得不佩服 张国伟的眼光 到底是老官场了 看问题的角度很准呢 但话又说回来 萧毅林的履历 他也仔细研究过了 虽说 确实没有地方上从政的经历 但在工作上 也算做出了相应的成绩 并非碌碌无为之辈 也有一些能力 比如 他是复旦大学的经济学硕士 在理论方面很有建树 也主持过一些大型项目 取得了不错的成功等等 有许多闪光点 而北陆区常务副区长郭电工 虽然地方从政经历丰富 但研究他的资料就会发现 属于按部就班 无功无过的一类 他担任的区长 也是碌碌无为的一人 最主要的是 郭电工和沈关锡一脉相承 都是张国伟最信任的手下 一想到沈关锡 下想能对郭电工有好印象才怪呢 下想今天 本想心平气和的救世论事 好好地和张国伟交手一次 没想到张国伟最近有点过分 总是强化 也不知道是故意示威还是别有打算 他就知道是该再次敲打张国伟的时候了 下想就一脸严肃地说道 先说几句题外话吧 我觉得有必要再强调一下组织性和纪律性 此话一出 不少人就立刻向张国伟 投去了大有深意的目光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微信搜索并关注公众号 何必问天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1146集 不合时宜 必须打击 张国伟泰然自若 似乎一点也不把 下想的指责放在心上 下想才不管他如何做派呢 继续说道 常委会是很严肃的场合 凡事都要讲究一个章程 不管是发言还是举止 都要注意自身形象 同志们身为党的高级干部 不但要努力提高 自己的业务水平和执政能力 还要提高自身的素养 要注意细节和规范 说着 下想有意无意的 看了张国伟一眼 又点了点 个别同志 总爱抢话 还爱抢路 抢风头 这是不好的现象 怎么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抢先 解决难题的时候不主动 身为党员干部 就要有吃苦在先 享乐在后的觉悟 而不是试试强个第一 就成了第一了 以后我不希望再出现 不合十一的发言和举止 下想没有指名道姓 但都知道 指向的是张国伟 这也是下书记第一次 在常委会上 含蓄而直接地批评张市长 张国伟再妥大 脸皮再厚 也觉得脸上有点挂不住了 善善地 想说什么 又觉得不解释最好 一解释就成了不打自招 有求爱的 还真没有找骂的 算了 谁让他气不顺 一时又抢了话呢 也是以前抢习惯了 再加上 下想又坚韧了人大主任 让他心里憋气 一时请急 就脱口而出了 以后还真得注意一点了 和下想打交道 不比前两任呢 下想手腕圆润 软德又硬德 还真让人不好对付啊 还好 范进即使发话 算是出面替他解了尾 夏书记说得对啊 我们身为党员干部 更要严格要求自己 在食堂排队啊 还要讲究一个秩序 何况是常委会呢 停顿之时 他也是目光轻轻地 落在张国伟的身上 然后迅速移开 又说 下面啊 请夏书记继续指示 就回到今天的议题上吧 说说人选提名 夏书知道 范进中间插话的意思 是在暗示 不能逼迫张国伟过急 容易让张国伟一戏 形成同仇敌忾的心理 反而不利于今天的议题讨论 他也就顺正了死路 请同志们发表一下看法 有一说一 畅所欲言 范进有顺势结果的话 我比较看好萧义林同志 在部委工作 登高望远 有大局观 而且因为有部委的经历 和部委的关系密切 也有利于北路去吸引京城的投资 争取到更多的优惠政策 也必须承认 范进的发话 也切中了要害 一下让萧义林 没有地方从政经验的缺点 转化为优点 还转化得不着痕迹 就连下想也暗暗点头 不得不说 范进还是很有水平的一个人 下想现在 越来越看好范进了 感觉范进 虽不像别人一样 明确说出靠拢的话 但实际上 在大事上 正在越来越向他倾斜 轮到常公志发言了 下想 张国伟和范进三人的目光 不约而同地落在了常公志的身上 常公志的态度至关重要 常公志最惯常的动作就是 一只手抚摸肚子 一只手转动茶杯 今天 却将两手放在桌子上 老实地像个小学生 目光有点散漫 在下想等人的目光注视下 似乎很为难 很难开口 他先是抬头 看了下想一眼 目光之中 却看不出来有什么内容 然后 又低下了头 似乎犹豫的片刻 一只手又落在了肚子上 另一只手却没有转动茶杯 而是摸了摸头 似乎是自嘲的一笑 其实吧 在人事问题上 我一般轻易不发表看法 怕的就是 支持了好同志 但没有支持的 又是更好的同志 正好今天是十二个人 我就不做数了 弃权 然后就是十一名同志了 可以少数服从多数了 说了一大堆废话 等于是左右不帮 直接弃权 长公志也是老油条啊 别看有时和下想 关系挺近的 但实际上 他的态度最难琢磨了 下想也看了出来 肯定是张国伟 在背后做了不少的工作 长公志能做到左右不帮 下想也就满意了 不指望长公志 全面地倒向他 观察上有些人 永远不可能全面倒向一人 只能是 在大多数情况下 能和你保持一致就不错了 千人千面 不能苛求别人 必须如何如何 长公志一说完 下想倒是一脸坦然 张国伟的脸色却微微一变 目光之中流露出一丝不满和无奈 下想的光环果然耀眼 费了不少力气 和长公志一谈再谈 长公志答应的虽然不是很坚决 但也差不多算是同意了 而且郭电工也按照规矩 送了二十万给他 他也收钱了 没想到 是到临头还是弃权了 张国伟有点牙根发痒 恨不得当面质问长公志 为什么收礼不办事 难道是嫌钱少了吗 当然他也清楚 长公志也懂行情 没有赞成也没有反对 弃权相当于两步相帮 事情办不成 礼金可退 长公志肯定会退钱 但看样子 他在常委会上 可以做到两步相帮 郭电工好意思 全部收回二十万吗 至少也要留下十万当酬劳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真是一头老狐狸 谁也不得罪 就白得十万块 不过张国伟也只能认了 要不 长公志投下反对票 不也是拿他没有办法吗 妈的 黑就黑吧 常务副市长周明洪还没有说话 就先咳嗽了几声 他不是装咳嗽 是真咳嗽 因为最近病了 周明洪在年前年后一段时间内 低调了许多 不低调不行啊 周明雅闹了一场 结果弄得一身脏 什么都没有捞上 反而被人传来传去 说是周明洪想卖身没卖成 说什么的都有 将周明洪贬得一无是处 就连孟天元出来后 也是到处放话 说他根本就看不上周明洪 是周明洪故意倒贴给他 他不告他强奸就不错了 还说法律应该完善 男人也有可能被女人抢奸 如是等等 周明洪差点气得炸了飞眼 听说 如果不是下想发话 让孟天元不要再胡闹了 孟天元还会没完没了下去 周明洪就对下想 说不上是感激还是无奈 下想此人 如果你有事情落到他的手上 他可能要把你置于死地 但反过来 如果你有难处 他也许也会放你一马 也是复杂的难以琢磨呀 但今天的会议 他必须也只能支持张国伟 因为张国伟事先和他通了气 也敲死了 必须在常委会保持一致 将下想打败 否则下想上上的势头 将无法遏止 周明洪一副病奄奄的模样 无惊打财 他低着头 谁也不看 也没脸看 周明洪的事情 弄得他灰头土脸的 实在是抬不起头来 总觉得所有人 都在嘲笑他 有一个出来卖的妹妹一样 因为他也听到一些说法 说是 座小姐是零售 他妹妹是批发 可惜他是常务副市长 否则真想和别人对骂呀 你妹才批发呢 我比较倾向于 郭电工同志担任区长 毕竟他是常务副区长 各方面的延续性强案 只说的一句话 周明洪就闭嘴了 自始至终 连头都没抬 好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以前意气风发的周大市长 现今成了这副模样 在座的众人 也不知道都作何敢想 周明洪的话一说完 任海峰也发言说道 我也支持郭电工同志的提名 接下来该梁秋瑞表态了 梁秋瑞倒是说话了 但却不是表态 而是岔开了话题 各位领导 同志们 请允许我转移一下话题 因为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 有点想法 要和大家交流一下 张国伟心中一紧 忙说 邱瑞同志 常委会正在讨论人事问题 请不要说无关的话题 耽误大家的时间 夏夏立刻接过了话头 听邱瑞说些什么吧 各位同志 邱瑞同志有党性 也有纪律性 他会没有原则的浪费时间吗 我看不会啊 张国伟没有想到 夏夏对梁秋瑞如此维护 没话说了 只好举了举双手 意思是 他没话可说了 梁秋瑞还不忘 冲张国伟点头示意 继续说道 据我所知啊 孤电工同志 也是一位勤恳工作的好同志 一直奋战的第一线 即使是在 沈关锡同志意外 并故的一段时间里 他也是忍住悲伤 暂时主持了 曲政府的全面工作呀 应该说 郭电工同志的工作态度和能力 值得肯定 明示保养郭电工 其实都听了出来 是将郭电工 和沈关锡相提并论 张国伟直纵梅 和他所预料的一样 梁秋瑞果然不怀好心 有先将郭电工 往不好的方向引导 诚然 郭电工是和沈关锡关系密切 工作上也配合默契 但一马是一马呀 张国伟就又想出声反对 不过张了张嘴 见瞎瞎不动声色 他又将话咽了回去 我的个人看法是 郭电工同志 不适合在北路区担任区长 梁秋瑞绕了一个圈子 最后落到了主题了 因为沈关锡同志的事情 刚刚过来 刚刚掩埋 埋得还不太深呢 现阶段冷处理最好 如果再因为北路区长的任命 又被人翻出来 就是重提 对省卫班子的调整 带来负面影响 同志们 我们谁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呢 张国伟怒了 梁秋瑞太会扯淡 从郭电工 引申到沈关锡的死因 再由沈关锡之死 说到会影响 省卫班子的调整 太胡扯了吧 他在看下想 一脸笃定的表情 恍然大悟 原来 早在沈关锡死因的问题 上常委会讨论之时 就已经挖好了坑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微信搜索 并关注公众号 何必问天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 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1147集 一朝至底 不留余地 张国伟忍不住了 一拍桌子 邱瑞同志 郭电工是郭电工 沈关锡是沈关锡 两码事 两个人 怎么能混为一谈呢 再说现在讨论的是 郭电工同志的任命 不是沈关锡的死因 国伟同志说得对啊 邱瑞 你偏体了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夏祥突然开口说了一句 竟然是向着张国伟说话 众人的目光 就一下都落在夏祥身上 夏祥脸上的表情 似笑非笑 微微点头 沈关锡同志的死 施委已经盖棺定论了 也是常委会 共同讨论的结果呀 上报到了省委 省委也认可了 事情也就算过去了 郭电工同志 虽然和沈关锡同志关系密切 但未必提拔了郭电工同志 就会让人重新提起 沈关锡同志的死因 虽然关于沈关锡同志的死因 网民和媒体都各有说法 他们说他们的 我们不理会就是了呀 当然了 在省委班子面临调整之时 万一 我是说万一啊 因为郭电工 又让人翻出了沈关锡 或者 在被网民 人入了郭电工同志 事情刚刚平息了一点 再闹腾起来的话 对省委班子调整 带来了负面影响 倒也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严重问题啊 黄德义一开始 还有点惊讶 下书记 怎么向着郭电工说话呢 等听到最后 嘴巴张大了 也不知是在惊讶还是在笑 高啊 太高了 苦口婆心为你好 其实 是在你前面放一把带密的刀 看着很甜 很诱人 你要赶成啊 就要有 随时被割破舌头的勇气 下乡的话一说完 灰肠哑雀无声 张国伟已经无话可说了 下乡说得合情合理 表面上是出于维护大局 实际上 是在暗示在座的常委 小心搬了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生气归生气 但又不得不承认 下乡的出发点很刁钻 郭电工确实和沈关锡关系密切 而且 他的常务副区长的身份 很容易让人再次想起沈关锡 本来沈关锡的死因 就是在他的坚持之下 才定性为意外死亡 将真相压了下来 如果事情重新闹腾出来 下乡不怕 有一大票常委为他作证 再说 沈关锡又不是下乡的关系 都心里有数 闹大了 事情还得露到他的身上 还是他的不是 张国伟的眼睛有点模糊 他有一个毛病 急过头了 就眼睛看不清东西 他在心中感叹 下乡比他想象中 更要厉害几分 先挖坑 后埋坑 而且还不慌不忙 十分震惊 关键还有 以光明正大的理由 将事情反向推翻 接下来应该是 黄德义发言了 黄德义对下乡的意图 领会得清清楚楚了 就说 小说就说得对啊 副部长的常委任命 迟迟没有下来 就是省委 对秦唐有点看法了 秦唐不能再给省委添乱了 所以我支持 秦依林同志 张国卫诱惑了 支持秦依林 就支持好了 怎么傅小斌 没有担任常委 也被拿来说事呢 都哪儿跟哪儿啊 简直就是瞎胡闹嘛 南新宇也说 夏书记提到的问题 确实很严峻 北路区现在 需要一个低调务实的区长 需要和沈关西扯开关系 不能让媒体 再有一丁点联想 所以 萧依林同志 是最佳人选 越说 理由越光明正大了 张国卫狠狠地 瞪了南新宇一眼 现在的南新宇不得了了 容光换发 和以前判若两人 他就不免恶意地猜想 别是他和夏乡有那么一腿吧 统战部长汪海潮 拿出一支烟 看了看周围 没人抽 只好放了回去 夏乡抽烟少 以前开会的时候 会场烟雾缭绕 但夏乡上任之后 他不抽烟 别人也不好意思抽 因此会场清新了许多 放下了烟 汪海潮就发了言 本来我也认为啊 由郭电工同志 当然区长比较合适 不过 听夏书记一分析啊 也确实是这么个理啊 我支持萧依林 第一个缺口打开了 输了 张国卫的眼睛眯了起来 到目前为止 夏乡一票 范进一票 梁秋瑞一票 黄德义一票 南新宇一票 原本属于他的一票 汪海潮 临阵反歌 成功地被夏乡策反 等于夏乡 已经拿到六票 长公之已经弃权 十一人 六票 夏乡 已经稳操胜券了 一种前所未有的挫败感涌上心头 张国卫只觉得无比沮丧 郁闷和难堪 怎么可能败得这么快呢 怎么可能啊 但事实就是事实 他不解不甘 又不满 又能如何呢 夏乡的聪明之处在于 抓住了所有人 不愿意承担责任的心力 利用他原先想利用审关系事件 绑架常委会的手法 反其道而行之 成功地在每个常委的头上 都加了一把锁 失算呀 真是天大的失算 更让张国卫没有想到的是 信誓旦旦答应他 一定会支持郭电工的 北陆区委书记徐海涛 和军分区司令员冷逢 都在最后时刻返水 全部投了萧逸玲的支持票 不但让夏乡获胜 还是大获全胜 一招制敌呀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张国卫原以为 前期他做了大量的工作 说服了最关键的人物 常公志 又和犯进党的招呼 还和汪海潮 徐海涛做了做 甚至还亲自和 不太好说话的冷逢 说了不少的好话 自以为 做到了万无一时 没想到 精心做好的前期工作 竟然被下相 一朝破解 而且还不留余地 张国卫 颠然坐在椅子上 心中说不上来 是什么滋味 他在秦堂 前前后后纵横了十几年 树大根深 枝繁叶茂 势力盘根错节 一直稳若盘石 不管是老道的方进江 还是 圆华的艾成文 神也不能奈何他几分 甚至 在方进江 整整一刃之上 都一直没有 占据一次上风 下相来到秦堂 满打满算 不过三四个月 在几次交锋之中 他先被下相耍过一次 又硬碰硬施力过一次 现今 下相不但兼任人大主任 还借体发挥 将北路区长的位置 再拿到手下 他接连遭遇重大势力 怎么得了呢 本想借此次机会 降低下相的权力光环 没想到 又被下相成功地再下一局 此次实力 意义重大 对他在遭受 刘杰辉被人拿下 人大主任的劣势之后 又迎来当头一棒 下相火界风势 借坚任人大主任的东风 再次在常委会上 凭借权力光环 完成了一次逆转 大有 火烧连营之势 相信下相 如果再在人事问题之上 再胜一局 他在秦唐第一人的地位 将会奠定 并且有可能 成功地将局面扭转 逐步掌控秦唐的大局 张国伟很清楚的一点是 别看他的势力 在秦唐根深蒂固 但只要下相威望树立之后 只要下相完成了布局 彻底掌控了常委会 下面曲线 各局的主要领导 除非是他的亲信 一般人都会看下相的眼色形式 毕竟任命大权 掌控在常委会和书记的手中 张国伟审视多事 愿赌服输 下相现在势头正盛 先避其锋芒 然后再从侧面突围 反正他还有足够的后手 既然正面暂时无法削弱 下相的影响力 就从侧面入手 总能找到下相的软肋和弱点 张国伟暗中深吸几口气 主动说道 既然同志们都支持萧毅林 我也服从大局 听取同志们的意见 要讲民主 雇大局吗 如果张国伟气急败坏 反倒让下相看清了他 现在他很快恢复了正常 认清了局势 收放自如 反而更让下相 暗暗称赞张国伟 也是厉害 能做到能趋能深 才能在官场中 屹立不倒 也怪不得张国伟 能在秦堂经营十几年 确实又过人之处 常委会一致通过决议 任命萧毅林为 北路区委委员 常委副书记 并建议屈人大提名为 区长人选 尘埃落定 下相再胜 此次常委会 是下相兼任人大主任之后的 第一次重要人事会议 会议的成功 标志着下相 在秦堂逐步掌控的局面 后世又研究 下相升迁式的专家学者 将此次会议定为 下相在秦堂三步走的 第一步 会议结束之后 下书记出掌大局 张市长 无奈退让的传闻 在极短的时间内 就传遍了秦堂大小党政机关 凡是政客 副处 以及正处以上级别的党员干部 都密切关注着 世卫的一举一动 因为他们都是有望升迁的 中层力量 谁上风 谁下风 至关重要 站错队 站对队 有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事情 谁敢掉以轻信呢 此次下相再下一程 就有人形象的形容为 天下出地 下书记出灯大宝 出发号令 张市长俯首称臣 莫不敢从 当然了 戏言都是 从被张市长打压过的人 口中传出的 张市长的亲信和底细 虽然有人稍微动摇了信心 但大部分人还是相信 张市长 依然牢牢地掌控着秦堂的局势 因为自始至终 夏书记和张市长之间 并没有过一次激烈而猛烈的碰撞 同时 他们也有理由相信 张市长的手段 也是层出不穷 还有许多招数 没有实战 谁胜谁负 还远远不到见到真章的时候 同时他们更相信 张市长 如果暗中下手的话 夏书记恐怕抵挡不住啊 因为秦堂的大街小巷 几乎都有张市长的跟班 然而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一个小道消息 不知道从哪里流传开来 顿时让秦堂的局势 再次扑朔迷离起来 并且加剧了张国伟在背后的出手 引发了第二波撞击 夏书记 可能要高配省委常委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微信搜索并关注公众号 何必问天 更多精彩有声书 近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1148集 迷雾重重 炸暖还寒 消息是谁传出 又从哪里最先透露 谁也不清楚 但所有人都清楚的是 无风不起浪 下想听到消息的第一个念头就是 事情就要明朗化了 风声传出 就证明快要揭开谜底的时候了 一个省委常委的任命 不是一件小事 全国实权的副省级干部 才有多少呀 一步迈入省委常委的门槛 况且又是 全国最年轻的副省级 在政治局过关时 难度肯定要大上不少 夏夏完全理解 一波三折的坎坷 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 而且 燕省又是一个关键的省份 拱位精进 地理位置重要 所以 燕省的一杆长尾 等于都在中央的眼皮底下 赞有他身后的势力十分复杂 引发总理和委员长的担忧 也在情理之中 就连总书记 是否最终会支持他 他也心里没底 他级别不够 层次不到 不可能站在中央领导的高度 看待问题 先前一直处于高度保密阶段 现在 不知哪里走漏的风声 就证明了一点 有些环节出现了松动 或者说 政治局的最终决定 将会在一个月内出台 萧毅林成功地通过常委会的任命 市委组织部很快就下发了任命 北路区人大也积极配合 第一时间召开常委会议 提名萧毅林为区长人选 而且随后就召开人大会议 正式通过了选举 一切顺利而快捷 许多人意想中的第二次交锋没有出现 区人大的任命没有遭遇任何阻力 是夏书记兼任的人大主任的光环的原因 还是因为意外传出的夏书记有望高配常委的传闻呢 两者皆而有之 夏乡作为市人大主任 对各区县的人大主任就有了约束力和影响力 也是让各区县人大主任不得不小心从事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时再加上夏乡又是市委书记 对区县的人大主任有提名权和罢免权 谁愿意非要和书记过不去呢 何况又是兼任了人大主任的书记 还有一点 张国卫其实本想在如法炮制 要让北路去人大卡上一卡消一灵 但意外传出了 夏乡有可能高配省委常委的传闻 让他极客打消了念头 因为此事对他触动之大 让他如遭雷击 坐在椅子上半天动弹不了半分 太突然 太惊人 太难以置信了 如果说他现在还和夏乡有一争之力 因为他和夏乡评级 虽是副班长 但也是秦唐第二号人物 再加上本土的优势 足以和夏乡有抗衡之势 但一旦夏乡高配了省委常委 就成了名正言顺的省委领导 比他高出的一级 将会在级别上死死压过他一头 他还拿什么跟夏乡证呢 他还有什么资格跟夏乡叫板呢 省委常委 秦唐市委书记夏乡的称呼 真要成真的话 夏乡只需要在常委会上移坐 就会给在座的常委无形的压力 开玩笑吧 省委常委 对各地市委常委都有提名权和罢免权 在常委会上有至关重要的一票 在面对可以对自己的前途 有影响力的人物之时 谁都不会嫡气十足 谁都会自觉矮上一头 如此 夏乡在秦唐 将会不费吹灰之力 就可以打开局面 根本不需要再费力气 去拉拢任何人 稍微有点正着头脑 并且想要上进的主要党政领导 谁不向省委常委靠拢 谁就是脑子坏掉了 不分析还好 一分析之后 张国伟脸如死灰 几乎绝望了 二月末的秦唐 春寒袭人 年前的一场大雪 还没有完全化掉 许多阴暗的角落 还残留着雪的痕迹 雪已经脏得不成样子了 黑的黑 红的红 颜色斑驳而奇怪 一如张国伟的心情 张国伟大开窗户 让外面清冷的空气 吹进房间 来清醒他狂热而杂乱的头脑 高配省委常委的消息 对他的打击太大了 听到消息后 张国伟甚至没有打电话 向京城和省委的熟人证实 因为他清楚 不用证实 绝对是 确有此事 高配省委常委的传闻 不会空穴来风 更不会被人误传 绝对是有心人 通过某种渠道 有意释放出来的消息 甚至可以猜到 放出消息的人 级别不低 因为风声不清楚 是从省委传出 还是 从京城传出 在省委还没有任何动静之前 副省及干部的调整 都要上政治局会议讨论 不出意外的话 风声来自京城 张国伟甚至可以断定 绝对是有人故意为之 在此时放出风声 是为了让下想 在秦唐的地位更加稳固 是为了提拔下想 先打外围 是一次 有政治目的的预言 私存再三 张国伟终于还是向京城 打出了一个电话 通话时间持续极短 也就是一两分钟 放下电话 他的脸色变换不定 又响了一响 又打给了省委 铃声响到第四下的时候 电话接通了 听到里面传了一个淡淡的微声 张国伟忙毕恭毕敬地问好 孙圣长好 我是张国伟 国伟啊 秦唐的天气 转暖了没有啊 张国伟一愣 没想到 孙圣长一上来就闲聊 再一想 就明白了什么 盲说 春寒撂翘 乍暖还寒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现在正是冷暖不定的季节啊 要多注意身体 唇乌秋冻 不要仗着年轻就早早地穿单衣啊 万一冻感冒了 可就不划算了 孙席明一上来 就和拉家长一样 说起了天气和穿衣的问题 似乎是让人一头雾水 其实张国伟还是听明白了 还是在暗指下想高配省委常委一事 冷暖不定就是说 下想成语不成 还要两说 让他注意身体 是提醒他不要慌乱 更不能自乱阵脚 管不了天气是冷是热 但总能管得了自己穿多穿少吧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孙席明又点了一句 一下跳跃性地跳到了政体上 省委刚出他的弃税新政策 秦唐的落实力度 不太让人满意啊 前一句话 是提醒张国伟 不要去理会下想高配省委常委的事情 因为是政治局的决定 他不够资格过问 担心也没用 管好自己就行 后一句 就涉及到了 孙席明在燕省遭遇的一次 不小的挫折 燕省省政府 前不久刚出台了一项 弃税新政策 要求全省各地认真落实执行 结果文件下发之后 各地是响应着寥寥无几 其实 弃税新政策改动并不大 影响也不深远 但之所以出台 也是孙席明对自己在燕省地位的一次检验 结果让他大失所望 原本以为13个地市至少会有一半地市响应 谁知道除了张城 丹城和牛城三个地市 宣称要不折不扣的执行之外 其他地市 要么没有动静 要么答应得挺好 实际上 只开了一个不上规模的会议 然后就将文件扔到一边了 就连秦藤市 也因为下想的消极态度 而没有大力推进 孙席明大受打击 才知道他在燕省 还是根基太浅 下面地市 没有几人听他的话 他又不免迁怒于下想 因为秦藤市 历来是表率作用 秦藤如果带个好头 别的地市 也会急急不少啊 张国伟岂能不知孙席明的心思 就叹了一口气说道 唉 市委方面不太支持啊 我是市长 但也要上常委会讨论决定啊 几句话一说 孙席明和张国伟之间 就达成了默契和共识 下想 就成了他们共同的绊脚石了 最后 孙席明在放电话之前 又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中央还没有正式征求省委的意见呢 这一句话 似乎说得没头没脑 但张国伟 听明白了两层含义 一时 下想高配常委的事情 还在前期讨价还价的阶段 二时 就算进入正式的提拔程序 还要一个中央的关卡通过 中央 要征求阎省省委的意见 不消说 范书记肯定会说下想的好话了 更不消说 孙省长会适当给下想上点眼药 下个绊子了 张国伟的心中 踏实了许多 但还是不完全踏实 他就叫过了一眼 安排一下 今天晚上和刘杰辉 牛林广 一起坐一坐 去哪里啊 一眼多问了一句 陈家沟酒楼吧 张国也听说了 陈家沟酒楼很有特色 就想去品尝品尝 一眼转身出去安排了 刘杰辉还在秦堂 本来卢国远 想让他到省人大继续跟他退休 刘杰辉却一气之下 决定提前退下 去省人大 又不是提拔一级 去做什么呢 丢人现眼去吗 不去 就是赖在秦堂 时不时的 利用余热 给下想制造点麻烦 也比去省人大 打酱油抢啊 不多时 一眼安排妥当 回来向张国伟回复 张国伟点点头 没有说话 心情经过最开始的慌乱 现在反而平静了下来 下想想顺利高配省委常委 还有很多变数 上 要过孙省长一关 下 要过他的一关 今天就要和刘杰辉 牛林广 好好地商量商量 怎么样 才能从侧面 拖下想的后腿 下半后 张国伟 赶到陈家沟酒楼的时候 牛林广和刘杰辉 已经恭候多时了 按照张国伟以前的想法 他是轻易不会和牛林广 直接接触的 以免落下想口时 现在不同了 必须他亲自出面 才显得郑重 三人说笑几句 然后上楼 刚走几步 牛林广 他猛猛然站住了 目光落在一个女孩的身上 眼中闪过 贪欲的火焰 正是银莫里 张国伟哈哈一笑 拉过牛林广 哈哈哈哈 先谈正是 先谈正是 牛林广 亦是会心的一笑 走了几步 目光还依依不舍地 在银莫里身上停留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微信搜索 并关注公众号 何必问天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1149集 两手准备 各就各位 银莫里出现在 陈家沟酒楼 并非是她耐不住寂寞 非要抛头露面 而是 厄纳辰有意让她 接触一下酒店管理 准备送她 去瑞士学习酒店管理学 厄纳辰想通了一点 她再有财富 也不能保女儿一生富足 只有拥有一技之长 才能在社会上立足 她也决定 以后进军酒店业 打算送两个女儿 都去瑞士 进修酒店管理学 上次下想 看到银莫里在陈家沟酒楼 就想着提醒 哦那陈一生 最好不要让银莫里 在秦唐的公开场合露面 不料 事情一多 她转头就忘了 又偏偏陈家沟酒楼 打出了名气 连张国伟 也慕名而来 结果就被牛林广 看个正准 牛林广 本来对小葵 有点想法 后来 被好自卫 有意引导 说是 严小时不错 他就记在心上 后来 也确实弄到了 严小时的照片 看得他心欢怒放 心痒难溢 但再一打听 就知道了 范瑞恒是严小时的姨父 他就打消了霸占的念头 暂时还是不要因为一个女人 惹怒了省委书记 不值得呀 但严小时貌美如花 越得不到 越是勾起了牛林广的浴火 他虽然身边不缺女人 但真正上档次 上品位的缺不多 他就决定 无论如何 也要找一个 不比严小时差的女人 无巧不巧 银茉莉正好入了她的眼 但现在毕竟在谈正事 牛林广就咽了咽唾沫 向手下使的个眼色 手下立刻会议 转身下楼 去打听 银茉莉是何须人也 瞎瞎下班后 接到傅先锋的电话 打了很漂亮的一个胜仗啊 瞎瞎 我得谢谢你啊 傅先锋很高兴 萧毅林从一名副处长 一跃成为秦唐市第一大区的区长 等于是一步迈入宽阔的仕途大道 从此前途远大 啊 傅主任客气了 萧毅林本身也是很有才能的一个统治 能够上任区长的工作 所以啊 才得到常委会的支持 夏祥打了个哈哈 说了一句套话 哈哈哈哈 就不要说客套话了 傅先锋又大笑一句 萧毅林为人很不错呀 但是很有分寸 他说了 以后会紧跟夏书记的步伐 在夏书记的领导下 大步前进呢 萧毅林到任后 确实向他表示了靠拢 夏书也表示了接受 萧毅林虽然不可能成为他的底细 但至少会和张国伟保持足够的距离 用人之道 不在于全是自己的亲信 而在于团结一部分中间力量 毅林不错呀 夏书只简单下了一个结论 就不多说了 他已经完成了承诺 就等傅先锋的行动了 开始着说前期程序了 傅先锋点了题 该做的工作 我肯定会做 夏书 你和我打交道不是一年两年了 我的为人啊 你应该清楚 答应过的事情 肯定不会马虎 傅先锋只是笼统地说了一说 没有太详细和深入 夏书也知道 有些话不方便在电话里说 对于傅先锋 他还是比较放心的 虽说傅先锋和他之间还有鸿沟 但在他看来 傅先锋其实有时比张国伟还可爱 至少他想要什么将利益摆到前头 不像张国伟处处演戏 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才最难对付呢 先锋最近身体不太好啊 似乎又觉得傅先锋和夏乡之间 终究不明不白 傅先锋明明想让夏乡主动看望傅先锋 但又实在说不出口 只好尴尬的又咳嗽了一声 为人长的态度很坚决呀 难度不小 你要做好两手准备呀 夜晚的秦堂 虽然临近三月 依然夜凉如水 夏乡背着双手 一个人不须不及地 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 心中一片平静 他步行了大约十几分钟 才一转身 走进了一个并不宽阔的胡同 胡同的灯光有点昏黄 隐隐绰绰看不分明 但格外安静 和外面的喧嚣和繁华 似乎格格不入 胡同的尽头 是一栋陈旧的房子 外观陈旧 其实倒也干净整洁 反倒显得更有生活气息 卫心就住在这里 卫心来到秦堂 已经三天了 年后 连若汉和曹书理 早早到了天泽上班 李沁也去了 好在李沁和齐亚南 终于定好了婚期 五一结婚 齐亚南也放了心 终于抱得美人归 连若汉邀请卫心也去 卫心却说什么也不肯 但连若汉盛情难却 卫心最后 只好以不愿操心过多 以免引发病情为由 才让连若汉打消了念头 其实连若汉 确实是为了卫心好 他从小就没有兄弟姐妹 虽说也和曹树黎情同姐妹 但黎丫头太过聪明 又绅士良好 让她找不到疼爱的理由 卫心正好弥补了她 想要有一个妹妹 去疼爱的心愿 卫心的温柔体贴 如水柔情 以及她的自觉 自爱 还有她的病情 都让连若汉无比痛惜和爱惜 只想用一生的时光 好好地陪卫心 就想当卫心 是她的亲妹妹一样去疼爱 但卫心在表面的柔弱之下 却有一颗坚强而固执的心 连若汉劝不动她 也只好无奈地接受了现实 好在她和卫心之间 有生意上的来往 卫心也拥有一点公司的股份 虽不多 也足够她一生所用了 卫心舍弃许多机会 无非是想和夏想在一起 因为在她看来 也许有一天 她的生命 就会戛然而止 真是如此的话 她希望死在夏想的怀中 一个女人 真要深爱一个男人 是真的愿意为她放下一切 卫心即是如此 上一世 她苦苦守候夏想数年 今生 她再次为夏想 付出了全部所有 卫心之爱 是所有男人 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观神》 夏想也想通了 决心好好珍藏卫心的爱 不让她被风吹 被日晒 被雨打 只让她好好在家中 做一个如同安心守候 丈夫回家的小妻子 卫心穿了一身家居服 是夏想最喜欢的 毛茸茸的质地 而且 袖口和衣兜还很卡通 上面有兔子 这是一间面积不大的两居室 客厅不大 务室不大 阳台也不大 是以前的老房子 卫心不喜欢现在的新户型 客厅和餐厅过大 造成的资源浪费 实际上 在她的内心深处 不喜欢大房子 因为在她一个人的时候 看着空空荡荡的房间 心中 也是没有着落的失落感啊 一见夏想回来 卫心阴阴一声 扑到夏想的怀中 用力揽着她的腰 将头深深地埋在她的胸前 喃喃地说道 今天又晚了十分钟 夏想来卫心的住处 从来都是步行 因为步行最安全 也最放松 正好让她有机会 好好思索一天的事情 并且安排好明天的工作 今天之所以晚了一点 是因为一出门 就似乎发现了 身后有钉梢 现在是她面临 可能即将高配省委常委的 关键时期 必须谨慎 不能让任何人抓住把柄 虽说 以她现在的级别 女人问题 已经不足以将她打倒 而且 也不会有人说 拿女人问题来说事 但小心无大错呀 还是不能有任何的把柄 落在张国伟的手中 因为张国伟的身后 站着一个牛林广 牛林广的手段 无所不用其极 夏想不想让牛林广知道 她的任何隐私 更不想让牛林广 伤害她身边的任何一个人 上次在老市 就有人打她的主意 误伤了肖武和魏欣 让她无比的痛心 夏想拍了拍魏欣的后背 行了 别像个小孩子一样了 你都是成年人了 喂 你还想拐骗 未成年少女是怎么着 是不是 嫌我老了 魏欣撒娇 不许嫌我老 就算我老了 我的青春也给了你 夏想又一把将魏欣抱在怀中 不知何故 鼻子竟然一酸 险些掉下泪来 魏欣何止是给了她青春呢 还给了她两世的爱情 和整个生命 魏欣见夏想有点异动 反倒不解了 喂 你装得还挺像 好像你有多爱我一样 你女人那么多了 我只不过是其中一个 能分你十分之一的爱 就不错了 平心而论 夏想或许不是最爱魏欣 但她绝对对魏欣的爱 爱得最深沉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是我的全部 夏想说了一句真心话 也是大实话 魏欣感动了 我能用一分钟的时间 是你的全部 我就心满意足了 夏想现在 只希望魏欣平平安安 不要出什么意外才好 就算有一天魏欣 如骨玉一样 不辞而别 或是不再理会她 她也不会有什么怨言 只求他们幸福安康一生 夏想的愿望 能实现吗 两天后 沿省新一轮人事调整 再次有了大幅的动静 省委副书记梅生平 调任除省 任省委委员 常委 副书记 提名为省长人选 与此同时 中央宣布 山城市长陈峰 任除省省委委员 常委 书记 除省书记 省长 全部轮换 紧接着 中央再次宣布 胡增舟任燕省省委委员 常委 副书记 不再提任燕市市委书记 于凡然 任燕省省委委员 常委 燕市市委书记 经过几年的沉淀 于凡然 终于在燕市迈出的 关键的一步 进入了省委常委会 随后 燕市原常务副市长陆汝 正式辅证 提名为市长候选人 原市委组织部长平和 转任常务副市长 原朗市市委组织部长 刘依林 接任燕市市委组织部长 刘依林一步由副厅 迈入政厅 算是仕途之路 更加广阔了 但在一系列 眼花缭乱的人事调整之后 燕省省委 似乎大局已定 所有常委 都已经各就各位了 根本就没有了空缺 难道说 下想高配常委的事情 就此没有了下文吗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微信搜索 并关注公众号 何必问天 更多精彩有声书 近在喜马拉雅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作者何常在 演播 何必问天 欢迎打赏点赞评论 第一千一百五十集 微不足道 提前引爆 谁都没有想到的是 暗流汹涌 一场惊天的意外 打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 短短时间内 秦堂和燕省 发生了两件大事 秦堂的大事 其实是由一件 极其微不足道的小事 引发的 事情 还是由马云挑起的 马云回国了 以他的中国人听不懂 外国人听不明白的 外语水平 生活在国外 完全是一种折磨 再加上 想念老婆孩子 就一心想回国 又担心下降打击报复 所以迟迟未能成行 没想到 刘洁辉意外被拿下 而且刘洁辉也听说了 是有人在背后 拿马云的贪污 社会的材料整他 好 他也认了 但最后 只让他下马 没拿马云试问 他就知道 马云过关了 所以刘洁辉一点头 马云就立刻回国了 马云一回秦堂 就像找以前的相好 缠绵了两天 因为在国外 实在受不了 大洋马的味道 没有女人的日子 让他度日如年 马云一生两大爱好 杯中酒 床上人 进一步讲 杯中美酒 床上美人 实际上 让他当官 还真是屈才了 他最适合的职业 应该是 喜遇中心的经理 舞厅的领班 俗成鸡头的 马云和湘好 折腾两天后 还觉得不过瘾 毕竟 人都有喜新厌旧的心理 他就让手下 给他留一几个良奖 当然也不是真良家 真良家也上不了手 女人分两种 一种是假正经 一种是假不正经 假正经就是 马云眼中的良家 平常端庄如淑女 撕下面具后 疯狂如魔女 假不正经就是 平常说话很放得开 实际上 在真实上 就退缩了 反而是 最撩拨男人 心弦的女人 也不知道 马云的手下 是怎么办事的 转来转去 就发现了 傅仙仙 傅仙仙在秦堂 忙着服装场的 一应事宜 累得都瘦了 还染了风寒 感冒发烧咳嗽 他的打扮 本来新潮 但又刻意 收敛了缘故 显得就如 闻相失女人的男人 眼中的假正经的女人一样 夏夏接到傅仙峰电话之后 本想去看望一下傅仙仙 但因为卫星的缘故 他就想再缓上一缓 结果一缓 就出事了 夏夏最近也是忙啊 和省里 京城方面 电话不断 因为省委的调整 尘埃落定之后 给了他极大的震撼 以为事情 已经没有了转机 不料 从梅生平 陈峰 还有曹永国之处 传来的消息时 还不是最后的结果 甚至宋朝度 也亲自打来电话 让他不要灰心 最后的结果 还没有出台 夏夏 有多少安心了 只是一颗心 始终选择 果然难度挺大呀 很大 不是一般的大 尽管几名正部级高官 都异口同声 说是还有希望 但也同时告诉他 反对者的意见就是 抓住他年龄问题不放 理由是 太容易引人注目了 不利于他的成长 如是等等 反正都是打着 为他着想的出发点 到了高层 即使是反对你 也会是从爱护你的角度出发 也要让你无条件地服从 还要让你对他感激 用人之道 在于要你生 要你死 要你死去活来 而且还无怨无悔 话又说回来 确实着急也没用啊 他一点也使不上力 宋朝度和陈峰 也只能在背后实力 因为他们也不是政治局委员 最让夏祥感到意外的是 忽然间 他接到古秋实的电话 夏祥正在办公室 听取萧毅玲汇报工作 古秋实的电话 就打了进来 萧毅玲见夏祥的神态 就知道 是重要电话 立刻就告辞了 古书记 您好 夏祥很热情 夏祥啊 过年的时候 没能在京城见上一面 很遗憾啊 三月份 我要到京城开会 倒是有时间的话 再聊聊吧 古秋实还是直爽开朗的性格 上来就点题 夏祥很赞赏古秋实的性格 和陈峰有点类似 但比陈峰演习的成分少一点 非常有感染力 而且 让人感到十分亲切 当然好了 不设荣幸 夏祥不免客套几句 夏祥 如果没记错的话 你今年三十三岁了 古秋实突兀地问了一句 是啊 没错 担任正厅职务 也有两三年了吧 古秋实的问话 似乎是随意以问 又似乎是有地方时 想想就有问必答 快三年了 每次看体育比赛啊 都能听到播音员 千篇一律地讲 世界记录 和中国记录是多少 每次我都会想啊 记录是什么呢 记录就是 用来被后人打破的 古秋实和所有的政治人物一样 说话跳跃性很大 刚才也许还在讲 大海啊 母亲 下一句就可能说到了 秦始皇 焚书坑儒 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 其实其中都有内在的紧密的联系 听话听音 听罗听声 政治人物 都有超人一等的领悟能力 如果没有 对不起 请靠边站 古秋实的暗示和友好 让夏夏暗生感动 就说了一句 谢谢古书记 古秋实却装糊涂 谢什么呀 莫名其妙 等见面的时候啊 请我吃饭好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大型长篇官场小说 官神 有多少人相亲古秋实吃饭 都没有机会 夏夏自然乐意 求之不得呀 就怕古书记不赏光呀 那也得等我有光了才上啊 要是我都没光 怎么给你啊 古秋实又笑了 好了 先不说了 还有个会要开 夏夏接完古秋实的话 心情莫名舒畅了许多 不想 刚放下古秋实的电话 肖武的电话 就急急打了进来 领导 不好了 傅仙仙出事了 夏夏的心一沉 怎么了 马云不知道 怎么看上了 傅仙仙 过去打话 被傅仙仙打了一个耳光 他就纠结了一帮地痞流氓 把服装船给围住了 啪的一声 下向一拍桌子 刚才的好心情 瞬间一扫而光 勃然大怒 现在人过去 护住服装船 不能让傅仙仙受到一点伤害 我马上就到 好个马云啊 真是一个祸害 看来不能留他了 夏夏沉思片刻 拿起电话 打给了黄德义 德义 立刻来我的办公室一趟 另外 组织警力 去分打气服装厂 有人聚重闹事 一瞬间 夏夏做出一个决定 接马云闹事之际 在秦堂开展一次 整肃治安环境的专项活动 对牛邻广的一些鱼的场所 进行整改和敲打 同时 适当抓一批 牛邻广手下的小混混 小流氓 打击一下 他们的嚣张企业 在黄德义来到之前 夏夏又紧急召集 范靖和梁秋瑞 向他们布置的任务 由他们 先拟出一个行动计划出来 然后 再交由公安局 具体实施 范靖和梁秋瑞 见夏夏要出重拳了 直到事态严重 梁秋瑞以为是有人 触怒了夏夏 范靖却以为是 夏夏 是想在高配常委风声 传出之时 以严肃整顿秦堂 治安环境为由 立威 扬眉 拔剑 但不管如何 夏书记的指示 要不折不扣地执行 范靖暗中庆幸 和夏翔走进了真实时候 高配省委常委 一旦确定下来 夏书记 在秦堂的威望 将无以复加 必定死死地 压制住张国伟 秦堂 真的有希望再换新天了 范靖和梁秋瑞刚走 黄德义就到了 来时的路上 他已经听取了情况汇报 也是急火攻心 分达奇服装厂 表面上是 男星与招商影子负责的项目 实际上 是夏书记自己的关系 马云真是瞎了他的狗眼 惹谁不好 惹了傅仙仙 估计他的好日子 这一次算是到头了 夏乡也不多说 和黄德义 即刻动身赶往现场 此次出行 前后 共有四五辆警车开到 威风十足 张国伟还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情 听到外面 警车大响 才意识到 出了事 一眼忙打听了一圈 就回来汇报 张国伟一听就傻了眼 当即将手中的茶杯 摔得个粉碎 破口大骂 马云这个混蛋 我你以为他不是 张国伟平常强势而傲慢 但他有一个原则 永远不要在女人问题上 栽跟头 因此 对于牛林广 看上了银莫里 他也是抱着 稀释宁人的态度 不愿意因为女人 在无端省事 马云意外回来 他就已经不满了 没想到一回来 就色胆包天 又因为一个女人 惹出了大乱 张国伟第一次动了杀心 不过 他对于下想 根本没有和他打招呼 就单独行动 心里也是颇有怨言 不无恶意地想 还没有高配上常委 就自觉高人一等了 哼 走着瞧吧 你能当上省委常委才怪呢 气归气 既然下想没提 张国伟也就假装不知道此事 随便把马云人头打出狗脑子 反正他要置身事外了 张国伟万万没有料到的是 一个马云 差点引得秦唐天下大乱 从而也让下想和他 以及牛林广之间的矛盾提前引爆 在秦唐爆发了一出惊天动地的大案 就在下想前往分达器服装厂的途中 省里也出了大事 其实平心而论 省里的事情说大也大 说小也小 但因为发生了时机不对 就直接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不但让阉省的局面 突然就打开了一个巨大缺口 也让下想高配省委常委的难题 出现了突如其来的转机 秦唐和省委 几乎同一时间发生了两件大事 看似没有什么关联 实际上 有许多隐晦的内在联系 直接带来的深远影响就是 让整个烟上的局势 发生了逆转 同时 也让下想在秦唐 稳健的步伐被打乱 让他被迫做出了 快刀斩乱麻的选择 两件事情 都对他的政治生命 带来了不可低估的长远影响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想了解更多内容 请微信搜索并关注公众号 何必问天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